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 海帕苗族造型 这是所有苗族服饰中 唯一有天蓝色最纯最多的一个苗族之系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以前苗族人生生活在 往河长江的中下游 甚至是那个东海 东方的那个淮海边上 它这个颜色呢 就是对他们祖先 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的一种纪念和追忆 圣衣的颜色象征大海 那裙摆的白色就象征着蓝天白云 这裙子扎不到头 是不是感觉九妹吃朋友的节奏 好在它的围绕比较短 可以跑我前面啊 撑不住的挡不住的小肚子挡一下 这种蓝白相间的这种搭配配色 真的是让我不由的想起了 它的那个蓝天大海的那种联想 古时候呢 贝壳也是我们人类的一种货币之一 所以呢 我们的海发苗族 他们把这个贝壳点对在身上 既是一种财富的象征 他们把这个贝壳带到了 我们的西南山山 也表达了他们对祖先 在海边生活时期的一种怀念和纪念 可能前面的配饰 你还感觉不到它像苗族 那么看到这个帽子 是不是熟悉感就来了 下面我来戴上帽子 有没有感觉海边孤脸的气息 扑面而来 最后搭配两个耳环 修饰一下脸型 来看看最终效果吧